国内疫情拉警报 而天气也是持续高温炎热 气象局今天针对南头等13个县市 发布了高温灯号 其中中南部最热 今天有机会飙升到38度高温 这也导致水晴持续吃紧 现在已经进入五月份的梅雨季 但是太平洋高压势力相当强 压制了梅雨封面 气象专家就研判了 这五月份要降雨极不乐观 最快要等到六月前两周 转为西南季风的降雨形态 才有可能天降甘霖 替水库来解渴 乍看向峡谷 这是台中德基水库 只见挖土机努力清淤 台湾水晴拉警报 说好的梅雨呢 到底何时报道 预估可能在25 26 也就是下周二到下周三这段时间 有个方面相对是比较接近我们的 不过带来的影响主要还是在 北部地区可能东北部地区 会有些局部的降雨为主 中南部还是偏向一些 午后雷降雨的天气形态 看看卫星云图梅雨下不来 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太强势 导致风面快闪 气象专家贾欣欣也在脸书 PO文直言五月降雨极度不乐观 预估要到六月上旬前两周 台湾将从稳定高压 转为西南季风的降雨形态 才有机会替水库解渴 即使如此气象局提醒北部山区 周五周六给盛防较大的 午后雷震雨 中南部地区也摆脱不了连日高温 气象局针对部分地区 发布高温警示 疫情当头天气也持续发烧 六月之前大家都得做好 防疫省水的抗战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